我們今天來到一個非常風光明美的台東風景區 而我身旁的這台全新的Santa Fe是這一次的主角 記得在上代的Santa Fe的時候 它就是以一個國產車導入一個柴油引擎動力的SUV 在當時的時候的銷售成績非常的亮眼 而這次我們全新的Santa Fe 它不僅在外觀上更加的霸氣 以及更加的具有歐洲化的一個美感 在動力方面它一樣導入一個柴油引擎 以及一個六速的自排變速箱 以全新的Santa Fe來講 我相信在國產車SUV市場中 它將會是一個非常亮眼的星星 這次全新的第三代Santa Fe 大家可以看到跟以前我們的舊款非常的不一樣 那也因為全新的設計理念 這個Modern Premium的設計理念導入下 讓我們產品在外觀 內裝 甚至是安全科技等配備 整個產品裡面有大幅度的提升跟進化 大家可以看到外型部分 其實承襲以往這個琉璃雕塑 非常動感運動化的外型 這次外型設計有更歐洲的感覺 但是我們還注意到很多細節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使用很多很多的LED的光源 像是LED燈煤 像是LED的日行燈 我們都在車廠都可以看到 所以說整個在外觀上面 不只有運動感 質感設計也非常好 那它在車身尺碼上面 在這一代它有沒有做一個改變 的確有 其實全新的Santa Fe 我們為了要營造這個大氣的車格跟感覺外觀 所以我們的確在車廠是比舊款有些增加 也就是說我們有這個更霸氣的外觀 那我印象中在美國Santa Fe 是不是它有出一個長軸的版本 那台灣會有這一款車嗎 其實長軸版本 我們有些消費者 少數消費者還是有這個需求 但是因為長軸版本 其實是專門符合 美歸當地的這個車款 那我們目前有在評估島路中 但是因為它車廠尺寸實在是有點大 那我們還是要看看這個台灣的環境 消費者他們對在長軸版 有沒有這個需求 跟使用的便利性上面 我們會做做考量 再來就是內裝的部分 內裝剛有提到 這個Modern Premium設計裡面的導入 其實我們整個產品 非常重視細節跟質感 所以說我們整個塑料的感覺 還有一些我們很多使用不同的材質 去蒸皮 去堆砌出這個LSUV的細膩內裝質感 那當然我們這次還是有這個 大家很喜歡的全景天窗 尺寸非常非常大 那另外還有我們有提供第三排座讓消費者選擇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是我們的尊爵款 也就是二船的最頂規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了四船的皇家款 跟四船的皇家款七人座版本 讓消費者選擇 這一代在主備動安全上面它有哪一些的配備 這次全新鮮達費 我剛剛提到整個 因為Modern Premium設計裡面導入 所以我們整個產品 全面的都有進化跟提升 那特別是安全的部分 我們這次全車系 我們配了我們最新的VSN系統 還有大家所熟悉的這個ESP系統 那另外我們現在看到管版本 上面的頂級款 還有七具氣囊 相信是主備動都非常的完整 這次全新鮮達費搭載了 這個現代汽車最強的2.2升柴油引擎 擁有同級最強的190匹馬力 那還有44.5公斤最大的扭力 所以整個動力部分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充裕的 所以你們這台全新的鮮達費 它在動力的設定上面 它是有分二船跟四船 它在四船上面 它這一次導入了什麼 有沒有什麼越遠的功能 或比較強項的一個地方 我們這次把整個全新鮮達費的規格 把四輪傳動放在我們最頂級的車款 那相對最頂級的車款 我們除了有四輪傳動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 以前在高級車台看得到的高科技配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有導入了這個 駕駛座機翼兩組 那我們還有導入了EPB電子手拉車 AUTO HOLD 那我們還有LD的尾燈 另外我們還有副駕駛座電動椅 電熱椅 甚至其他車款 也可以看到一些 國產車沒辦法看到的配備 這次全部都在省達費上都出現了 那在四驅的部分呢 它的越遠功能 有沒有什麼特別加強還是 我們這次全新鮮達費 搭載的四輪驅動 是智慧型的四輪驅動 我們不但有這個Lock的扭 可以讓駕駛5050的鎖定 那另外呢 我們為了要更精進這個油耗 其實我們的智慧型的四輪驅動 我們可以自動調整前後輪的 這個動力的比例輸出 那在一般狀態的話 它是100 然後車尾是 後輪是0 那依照不同的路況 它會自行調配50 50 90 10 這樣子去做變化 那第一個 可以提供更好的這個越野性能 第二個就是可以節省 我們的不必要的油耗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台 全新第三代Sendart費 其實如果你不看Logo的話 我對於它的外觀的一個改變 我覺得是非常一個驚訝的 因為其實你仔細看 它很多的地方都是偏向於 歐洲的一個風格的設計 所以如果不看Logo 你會覺得這台車怎麼可能是 韓國人所設計出來的一個LSUV 另外我覺得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在它的這顆2.2升的一個柴油引擎 以目前國內來講 並沒有國產車導入使用柴油動力的車款 經過我們這次兩天一夜的試駕下來 就是我們試駕的環境下 包含了可能濱海公路的一個高速的直線 穩定性的一個測試 或者是一個山路上面一個動態表現的一個體驗 而我們對於這一台全新第三代的Sendart費 我可以說其實優點大過於它的缺點 比如說它優點的話 就是它的2.2升柴油引擎 是非常的夠力 再加上六速的一個手自排變速箱 對於這樣的動力搭配上面 其實是非常的夠用 可是我個人覺得因為它的變速箱 細膩度上沒有那麼的好 可能在Kickdown的瞬間它有反應 會稍嫌有點慢半排 而且當你在高速檔低轉速的時候 大概2000多轉的時候 油門踩下去你會感覺到 整個變速箱會有稍稍一點點的一個共振 而對於它的一個頂級價格破百的第三代Sendart費來講 我覺得它的變速箱其實還是有它可以進步的空間 另外懸吊的部分 它的設定上面其實是非常的穩定 就算你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的舒適性 或者是高速彎道上面的穩定性 第三代Sendart費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可是其實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我們碰到一些可能連續的彎道的時候 這時候你稍稍會覺得它的一個懸吊設定上面 沒辦法去克服一些車身的晃動 所以你可能會造成後座的乘客會稍微有點不適的 可能會有暈車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如果 因為它的動力非常的飽滿 所以加速非常的快 如果底盤懸吊的一個設定上面 可以再稍稍做一些強化的話 我覺得第三代Sendart費它的整個搭配 會達到一個非常平衡的一個境界 另外它的空間表現 其實第一排或者是第二排 以這台大型的LS SUV來講 它的表現是非常的亮眼 可是如果你是第三排 你可能買到七人座的第三代Sendart費來說 它的第三排的空間可能會礙於它的一個 車尾門的一個高度 所以第三排比較適合可能是小朋友做 或者是比較矮小的乘客 而另外在它對於它的空間表現上 其實在它的中控台上面的一個設計的氛圍 其實就很像類似他們自家產品Elantra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喜歡韓系車型的一個消費者來講 第三代Sendart費的一個內裝的設計 也不會讓你感到太大的失望 這兩天的試駕 我們對於全新第三代Sendart費的一個優勢上面 歸納出了幾項 就是你可能會達到這幾項 它會是你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第一個就是你可能想要一個 大型LS SUV空間的一個消費者 又或者是你是非常注重安全 因為Sendart費它最高的氣氧數 有達到七顆的一個高標準 又或者是你喜歡一個充足飽滿的動力輸出 就是它的車子本來就應該有它的一個輕快的加速感覺 又或者是你是偶爾可能會載到七個人的一個使用習慣 如果你有符合這幾項 你覺得全新第三代Sendart費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因為全新第三代Sendart費的一個售價上面 是稍稍的偏高 以它入門的車款就已經要破百 而如果你是要選到七人座又市區系統的車型來講的話 它的售價已經高到接近150萬 消費者如果你的預算是非常的充足 而且你又喜歡這種大型的LS SUV來講 其實如果你選擇現在的現代這個韓國品牌 我個人覺得它不會讓你失望 因為它各項的評比或者是各項的表現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不妨去現在展監看看這台全新的第三代Sendart費 它可能會對於你可能之前印象 現在車的一個既往的印象可能會有個改觀 所以去看看它吧 C 91年以上 C 92年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